5月中旬的时候 我接一电话 法院我问的是 反正说的有人给你告了 我说谁告的 说你儿子给你告了 你儿子把你给告了 我从下我就不想活了 就因为这个 你儿子把你告了这个事 对我承受不了 我就没想到我儿子是告我 所以我给他养那么大 不管怎么着 他能告我吗 我想不出来 我儿子才告我 那么儿子为何会把亲生父亲 告上法庭呢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接二连三家里面 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 先是老伴走了 结果没想到最近 儿子又做出了 让您完全接受不了的事情 咱们这边坐 来告诉我们到底 儿子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也弄不清楚 他为什么是这么做 那是五月中旬吧 我接一个电话 我说我是法 疯他去法院 一开始说是有人给你告了 我说谁告我 说你这是曹磊吗 我认识的 我那儿我儿子 那儿你儿子给你告了 我儿子 我说我儿子告我干嘛呀 我冷他了 我没照 他没照 他告我干嘛呀 就之前一点预兆都没有 一点预兆都没有 你确定这是儿子做的事吗 是 就是他呀 他请了一个律师 突然发生了什么 儿子要告您 这里就有一个事 他告我才有原因的 他有一个遗嘱 我说他妈给他立了一个遗嘱 遗嘱呢 上那写的呢 就是那意思呢 就是现在我们住的校三居室呢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共同财产呢 我老伴那个名下那个那一半呢 就会改儿子段 他以后他有这么一个遗嘱 他说拿这个遗嘱去告我 就要求当时就得过户 过户过得他名下一半 我说改成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但这两个人必须得走法院 走调解 走那个遗产纠纷调解 所以他没有跟您任何有提前商量 直接就把您给告 对啊 我是说你跟我商量商量 接二连下的噩耗 让曹先生实在无法忍受 儿子不但告了自己 我患有淋巴癌症 身体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目前精神状态正常 特此遗嘱 表明我自己所有的财产 在去世之后处理了意愿 在我名下有一套房产 位于丰台区 此房是夫妻共同财产 在我本人去世后 归我所有的份额 由我的儿子完全继承 以上是我真实意思的表示 他拿出这份遗嘱来 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法庭上出事的 到了 也就是说您 我不是没见过这个 您到了法庭才见到这份遗嘱 我也没听说过 在法庭上 他出事的这份遗嘱 曹先生说 儿子就是想得到这一套三居士 所以才做的这一切 我当时我的推荐 我和你这遗嘱应该不算数 为什么呢 第一没有工证 第二没有老先生救灵 只有你两个我不认识人 大街上街面都不认识人 只是你小时候的同学 我知道 你和你两个同学给你签子 你是先签子后签子 这我也是个疑问 我们听到这 我们大家有很多的疑问 我再让问一下 您的儿子 别着急 曹先生我们慢慢说 您好 您好 是你直接去法院起诉父亲的 对吗 我在之前跟他提过 我说 也没有提过 我说孩子 现在范远林 在这一个上级儿园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家很近 有一个北京是 那个丰台区青塔二幼 那是丰台区重点 他要求必须父母名下 在这个 他这个学区里边有房 我跟他提过 当天晚上 他坐在电脑前面 还算他那些东西 我说 咱俩去法院走个过程 就走个调解 调解完了呢 把这房案写成咋咋的名 我去换一个新的房产证 你跟爸爸当时是说 咱们去走 法院只是为了走过程 对 他爸爸当时理解了吗 爸爸有回应吗 他说可以 你说爸爸是同意的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提前跟他说 可是 我问一下曹先生 儿子当时有没有跟说过 孩子上幼儿园的事 说过上幼儿园的事 我还说了 幼儿园的事我报了 我那会就说一个什么 我说 你们两口子 就管上班 什么都不管 看还额外 全是我的事 买菜钱我都不给你们花 你们都上班的时候 就把孙子给我看着就行 所以你完全没想到 儿子说的这番话 是会去法院 对 没想到他去法院告我 而且我也不知道 有这遗嘱 我对生气是这遗嘱 我这就是 他逼着他妈 让他妈给血 你觉得他是逼着妈妈血的 对 因为什么呢 我说他逼着他妈给血 为什么呢 在他妈有重病 已经查证癌症那时候 特别重的 最后呢一个月吧 就一天一万 发现要一天 要一万块钱 不用了一星期 交五万 那个大夫就给我打电话 说你取钱 一去就晚 一去就五万 在那会儿 他妈 就是要求不治了 不治病了 非要回家不可 医生我 我们两个人 给他做功 做不功 他说了 你就是人财两空 我这病瞧不好 不瞧了咱们回家了 我当时没办法 我就给 他大哥就 我大叫哥 我大姐 就是我媳妇的大姐 大哥 他们一起 那么一家人都特别好 我就把他们打电话叫来 我问你劝劝他 钱不是问题 别考虑钱的事 我说不要钱 我就要人 我看都干一天就行 都给交了都劝他 也不停 他想回去回家看看孙子 就想回家看看孙子 这么着回家一天 别人又 就大伙不成了 就赶紧打一个车 给他送到医院 急诊 到急诊 进去 就是最后一次住院 就出不来了 曹先生一提起妻子 便气不成声 他说 当初为了给妻子治病 他几乎倾解一切 当时一天将借一万的治疗费 他都没有丝毫的含糊 他就想能多看看妻子 能多陪妻子一天 所以他觉得妻子不会留下这样的一份遗嘱 而另一方面 他觉得妻子不可能写这份遗嘱的原因是 在临终前 妻子曾经也给自己留下过一份遗嘱 是这个对吗 对 在我生病期间 你给我精神上与经济上的支持 用我的死来争取你不要卖房 我那会儿就说 我就要人都不要房 这是头写这个以前 所以他即使走之前 还是惦记着你 是惦记我的 希望他走了以后 你的日子要过得好 他一开始 我媳妇跟我说 我说的 瞎了 我这瞧病也剩不多少钱 我这病能瞧就瞧 不能瞧呢 咱们就不瞧了 最后一个人才两空 儿子后来有看到这份遗嘱吗 我都不知道 这些我都过这 上反应回来以后 我才看见了这个遗嘱 我媳妇还不错 还给我留了一份 儿子后来看到这份遗嘱了吗 我不知道他看没看 今天其实我们在现场看到 你的妈妈 给爸爸也留下了这样的一封信 这个你之前看到过吗 我看到过 刚才父亲说 他根本不知道 妈妈给你写过遗嘱 他认为那个遗嘱 不是妈妈留给你的 儿子 他这份遗嘱 儿子 其实不应该算遗嘱 应该放一封信 当时是我妈已经进ICU了 28号 是我大姨带书的 我妈在念 我大姨带书的 当时给了我之后呢 因为我妈第二天就去世了嘛 那个遗嘱我就一直压在 我们家电视的那个 一个塑料布底下了 我就一直没有管 就把这事给忘了 就一直没给他 后来因为打架 吵架 包括他夜里在屋里烧池 然后我出来劝 然后我突然发现 我从梦里烧池 我说你还发现 当时我妈给爸爸的信 你忘了给他了 对 一直在电视底下压着来的 他妈查出癌症以后 一开始是借钱看病 跟他的哥哥 姐姐妹妹 我的婶 我的姑父 全都借便了 把钱 看 最后没办法 我和他 咱们就得卖这狂 我儿子当时说 买这三具 不买的两具 我就挺生气的 那个两具是 我想把它租出去 因为孩子上幼稚园 需要钱 我们家现在 就我一个人有收入 他那会有一套 住一套两具 儿子有一套房子 两具 你买的吗 都是我 我买的 是您买的 对啊 我拆钱款买 我拆钱整名 拆钱我拆钱给你 还有盘经济市场房 指标这个 所以儿子 告您要共处这个房子 并不是说他没有地方住 不是 他有房子是吗 那两具是儿子的名下吗 一共就买两套房 写儿子一套 写他一套 老伴 都是我老伴 我们家在这 我什么都不管 我说把那妈 他不逐一开 一开始逐一会卖 卖三具 不卖两具 那我那两具 一个是五层 三具是一层 你妈这有病 回来以后 还能爬五层吗 谁非啊 怎么弄啊 我还要留 就留这三具 要卖那五层 他就这样保住 那个两具 但是我就不干 这么着伤了 结果把那个两具 给卖了 卖了那个新婚账 亲近朋友 再好 盖人钱 一有马上赶钱 赶紧赶紧 卖了多少钱 183万 还完那个账 后来呢 就我儿子 他个老丈人 就是名下有一个 经济试用房指标 没有钱 这是我这个检查 我说报告话 怎么着 咱们也得把这个房 给买下来 因为我老是有病 正需要钱 万一我要扛不住的时候 我把这三具 也得要 肯定也得卖 我说了 我看多看一天都行 我要钱 不要钱 没有用 这个买的 这个两具 花了多少钱 这两具 花了是40多万 经济试用房 等于这个房子 您刚才说 是老丈人的 这个名价 所以最后 落名也是落的那边 对 就是钱 其实也是给孩子 孩子 给他留的也多也好 所以剩下的钱 其实又后来 就给老伴看病 你先一万块钱 交 随后我一看在卡上 还有五块钱 只够交一次的 还剩五万 只够交一次的 房子180万 卖完了以后 就剩五万了 我当时认为是五万 去不上了 马上就想卖房 我就跟我儿子上了 不许这房就得卖 卖了以后 咱们住那两居 我就是卖房子卖地 我都给他瞧 所以老伴才后来觉得 我要让你不卖这个房 头儿愣可去死 都得保住这房 让你其实将来 能好好地生活 所以他宁可不治病 老伴是个好老伴 却他也心疼我 他就怕我以后 没人住 儿子他们能理解 妈妈的这份心情吗 他要理解 就不会这么去做了 他能理解吗 他告我的时候 我可伤心的到医院去 坐在圆盖 我坐在被盖上 我坐在被盖上 我当时我这感觉 我就不舒服 很不舒服 肯定儿子告爸爸 不单买一套两居室 外家还拿走一五十万 这五十万是哪的钱 怎么回事 草先生说 儿子卖了两居室 其实私下还藏了五十万 这一点让他十分气愤 因为当时妻子急需用钱 这些钱完全是保命用的 而儿子擅自留下五十万的理由 让他到如今都无法释还 这五十万我特别这么负 我当时一听他妈说 说在孩子的时候 要五十万给孙子存下 我当时那气愿 我当时是狗儿子打电话 我说你啊 马上打车到家有急事 别坐公交车 打车越管越好 天哪 包括他什么打车回来 这就是没有 他不会 不是像他说的是 我妈病重了 该用钱的没钱的时候 他才 我妈才能说给他五十万 回来以后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要五十万 跟你妈要五十万 他说这个不是我要 是给人家孙子要 这胡说八道真的 真的 我听不下去了 我说这孙子刚这么一点 你妈现在是有病 再说了 我说这个钱 与你没关系 你拿走 咱们这孙子这么小 我们孙子长大了以后 那爷爷奶奶不会给他钱吗 所以那你现在从我们身上要的 明天这算你给的算 我给的 所以其实您真是不同意 当时老二的做法 对 我不知道 法官 不是问吗 说你这个三居以外 还有没有财产 他说没有 我当时就接出来了 我说有一套两句子 虽然不是我们家的名字 但是我们家花钱买的 另有一个五十万 他拿走了 法官特别都没问 法官只是根据你诉论请客人 法官没必要管你别的事 人家是你告的哪个 法官就根据这点事来问 就是说有一套两军事 还有一个五十万 那应该算财产 怎么不能算财产呢 他就要求三军事 写他一半名了 那两军事 跟那五十万怎么办呢 儿子你看 钱有了 房子他也不是没有地方住 有 他现在就是要跟您 把这个三军事 对 再分一半 平分 他不提那五十万 也不提那两军事 就提这个三军事 分三军事一半 那五十万 你两军事不够你们住的 那五十万 你们零用钱也好 干嘛钱也好 不行啊 当年还有一个事 让我特别特别的气愤的 我跟你们说一下 我说呀 咱们是零五年搬来的 一共搬了有八年头上吧 十两 我妈也是死在那边 所以我请各有这个房子 我说不行 咱都搬两个时间 把这房给他处理了 我跟他处住 我不愿意住 各有 我也不踏实 不是就亲手就迷信似的 就各有 我妈这是死的 我怀了在这 抱着死的 他不同意 他说这女子孩子上学 上什么 亲子班上 抱着这个亲 我说那行 我说那你们住这 我住那两个女子 他说我再跟我媳妇商量商量 商量 我正多饭了 多饭了 多饭了 多饭 他又回过了 干嘛不行 我说为什么 说您抽烟 您要上那边一住 明儿五根住了 这话我说过 我说一个是您抽烟 到时候那房熏的都不成样了 还一个是我想把这房租出去到时候 但他不说第二个 他只说我第一个提他抽烟的事 他没份住了 那意思就来 自己亲爹呀 话又说回来 我抽烟不出 那是我花钱买的房啊 我花钱买的 我怎么就不能住呢 那他到底想怎么样啊 他说我抽烟呢 曹先生说 因为自己抽烟 儿子拒绝让他居住两居室 如今还要把三居室 写上儿子的名字 这样的要求实在让曹先生 不能接受 曹先生说 这一切房产都是当年自己拆迁所得 本应有话语权 但如今儿子过分的要求 让他十分寒心 亲生儿子是想要把自己赶出家门吗 而因为曹先生抽烟的问题 儿子儿媳的另一个做法 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还跟您说一个我们的孙子的事 当时我就跟我儿子就说了一句 我说这俩孩子呀 外的董子峰客厅里早早 我也能看见 他说不用 整个屋带着吧 这么我呢 他用这句话噎我才回答的他 我说你这家挂了像王不月要的抽烟 我说说了一句 我说你这家挂了像王不月要的抽烟 你让他出了董子峰怎么了 这时候就是出了 您说您那孙子是王不的 那您是什么 这个我要纠正一下 他说过这个王不月要抽烟 我爱人在里不是带孩子呢 他说完之后 我老婆接了一句话 您说您孙子是王不 那您儿子是什么呀 也是那种半开玩笑嘛 但是他一下就急了 就啪一摔桌子 混蛋 我什么时候说他是王八了 我说他是过来的王八了 月要抽 你就出了一下 找我看看怎么了 抱着各门说抱 我说不让我抱没关系 我抱别人家子 我抱一次给一百块钱 我现在就要抱孙子 你不让我抱我抱别人家子 抱一次我给一百块钱 所以其实跟儿子 我儿子抱着孙子 他就不撒手 我就不说爸您抱会儿 就不说几句话 孩子刚生下来那会儿 不愿意让他抱 这咽不离手 你知道吗 浑身都是咽味 也就是说跟儿子的矛盾 其实在老爸还在世的时候 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多 我抱过一次 就是怎么抱的那个小叔 我洗澡 洗完澡以后 出来我媳妇就是跟 按语 从人们那意思 让你爷爷抱抱 你爷爷刚洗的澡 里外三心 他都换了 让他抱一下 我一会儿就给我要过去 然后里外他 连苦点都换了 咱就说三岁 这三年间 您同共抱了多少次 两次 就两次啊 所以说 我里外我全洗完澡 全换完了 我抱了一次 后来就是 我跟我儿子打架 打就接我的女儿来了 完了他们就是 跟儿子打架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是 我我从法院回来 我就买了点纸 我从法院一回来 我就买了点纸 我这给我老伴 我的授纸 把我老伴的 一项鸽子 或者授 心疼是吗 自己心里难受 我太难受了 我碰着不住 等晚上授 我白天我这授 确实我在我客厅里 招的把这个 一项鸽子 对了一下 我这授纸 那会就打了架 接口的女儿来了 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那后来我回来了 一闻味 你回来以后 摸我干嘛的 要封是怎么着 我说我不活了 我不过了 我跟你同归印了 当天晚上收 满屋子都是纸钱 他都给老 孩子刚两岁 我说您这干嘛呀 我收纸骂你 这么着 我又拿那个背鸽 我又点我的背鸽 我不活了 你不是不让我好 咱都不过了 就完了 嗯 牛屋那个 后来接口的女儿 都来了 就兜了 也不是都来了 就是老接口 我说你前没站房 以前的 他跟人打电话 怕我打 来 他那以后 那次 说的 让你爷爷抱抱 这么着 我那孙子站那儿 爷爷抱 就伸出胳膊 我抱了那儿 一次 那两次 那会儿那孙子就 就两次多了 这听着太过分了 我这抱了两次 你说我为什么 不让你抱 说我抽烟啊 说你把烟寄了 把烟寄了 把酒寄了 你就抱 烟扭不起 就不抱 可是抽烟的爷爷 我不可能当着他抽啊 对啊 我抱着我还抽啊 那是什么 没错 我不可能抱着孩子抽啊 太过分了 这太过分了 这两句是不让我住 他锁着门锁着 愣这么锁着 他不让我住 怕的烟味去熏了 太不住 锁着 也不让我住 所以我要连线一下儿子啊 因为大家在听到这 都觉得不可思议 爸爸说这三年的时间 孩子三岁了 就抱了两次 也就是说一年 他给抱一次 首先他抱的次数 肯定不会这么 我也说的 像他说的两回 两回这么少 但也不多 但也不多 那为什么呀 就是因为他抽烟 他烟不离手 他的满身都是烟味 孩子太小 我说等孩子大一点 我妈也理解 我跟我妈也说 我妈说 劝我多少 我要借烟 那房子 为什么爸爸想去住 那个两居室 然后觉得怕烟味熏了呀 那个其实后面在刷刷墙 或者在跑跑味 当时我跟他提过两点 第一点 就是您抽烟 当时把房装修得很好 都给糟蹋了 就抽烟味都去不去 还有一个点就是 我想孩子以后 上幼儿园 把那房租出去 我拿那个房租 来找本孩子 上幼儿园的这个钱 因为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上班挣钱 我的工资也不高 但是先生 不管怎么说 就您的考虑全出于您这边的角度 在我们听来 爸爸这边 刚才先生也说了 这个虽然没有两次这么少 但是他自己也说次数不多 就这孩子心情无数无数的 上卫生间都挡着 很怕我给这孩子传染什么 现在您的儿子孙子 儿媳妇跟您同住在一套房子里是吗 搬到了现在一个月了 之前一直住在一个房子里 对一直住在一块住 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 老爷子在这儿啊 说了好多事 让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因为说是在抽烟的爸爸也好 爷爷也好 并不是说只有今天您一位 当然我们现在不提倡抽烟 但是如果因为这个 就不能亲近自己的孙子 这让我们特别不能理解 对他们家的事 不光是这个孙子这个 抽烟然后不让抱 其实从一开始说 这个做饭的事 对 就是非常奇特 对 比方说老爷子只管做是吧 然后儿媳妇好像还不在那屋吃 对吗 然后呢还那个 就是剩饭都老爷子吃 人家给吃新鲜的 然后一剩剩三天 不回来吃饭也不打招呼 我就觉得都挺奇怪的 跟儿媳妇那矛盾呢 有一次就因为吃饭 有了一次矛盾 我们家做饭呢 那会儿都是我做饭 儿媳妇都是在屋宅家不出来 做完饭以后 我儿子进屋去 说今天吃什么 什么煲菜汤 什么 那天呢 咱说那天呢 我炒了五个菜 其中有一个菜的 我炒的是土豆菜 大椒菜 肉片 多好吃 就用这一个菜 不出了 今天就吃吃 所以他不吃柿子椒 他别的菜可以吃啊 当时我老伴呢 就把这个柿子椒菜呢 就钻到厨房 我老伴说就没有了 你来看 没有 没有没有柿子椒 哪有柿子椒啊 没有 可见时候他就听说 这柿子椒菜了 就没有食欲了 就 俩人在屋里打 他们俩人吵架 从来不多 咱们妈咱们妈 恰了好 就你妈怎么着 你爸的 我就不爱心 这个是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这件事 我怕我们家吵架 我们俩人只是半半嘴而已 完了我没办法 我给他叔叔打一电话 我说您来一趟 他说怎么事 我说英文 我吵了五个酒 有一个他这个柿子椒 我不知道他不吃柿子椒 你要提前说 我不吃柿子椒 那我这打死我也不买 柿子椒我也不去查这看 说你甭管了 我现在没时间 我给他打一电话吧 这么着口 打一电话 不知道怎么说的 他肯定是说他了 完了 我给他告状了 我说我给你告什么状 我只是实话实说 我没有说别的 我只是因为一个菜你不吃 他把一真一家两件事 揉在一起戳了 给他叔叔打电话 我们有一次吵架 给他叔叔打电话 来 这件事有 但是不是因为炒菜 我没别的意义的 什么叫包装 老爷子 我这叫包装吗 您那儿子多大了 三十三了 今天 媳妇呢 媳妇比他小 多少 二十几 二十八九 那心智应该是属于 很成熟的成年人 你这样我们妹小 我们妹小 对对 你好先生 您好 这老爷子现在说了很多事 也让我们觉得不太能理解 当然我们也希望听听您的说法 我爱人 是没吃那道菜 我们都出来吃饭 是没吃那道菜 一桌上吃饭 你就盛过饭 都是你 你妈盛 每次都是我给我爱人盛饭 如果家里有长辈的话 其实我们去盛个饭也好 端个菜也好 大家说说 你们认不认为理所应当 中国人最讲究这个尊老爱有了 我爱人也都 对不对 而且他们家还是老人做饭 那就更应该年轻人得表示一下 你比方说 老年做完饭 我们年轻人至少去盛盛饭 帮摆碗筷 然后帮老人加加菜 这是人和人之间就相互的那种情感 原来我们小的时候 父母做饭 我们都要表示对父母的感谢 都不到饭桌子上 在父母做饭的时候 我们就要帮他大菜 洗菜 甚至是脖子快要的时候 就十岁之前就开始自己学着做饭 反正我是觉得 因为我们家 我也是外地人在北京工作 所以我的父母也来过 我老丈人他们也来过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家 这是一个基本的 就是常规动作 比如说老人家做饭 年轻人帮不上忙 那我们就打打下手 或者是吃完饭了 我们把碗收了 把碗给洗了 我听说老爷子还刷碗呢 对 这个就是从头道路 其实我把这个事情再上升一点 实际上说从法律上的规定 就不说情 从法上作为子女 赡养老人 其中也得有一项是劳务上的帮扶 我想问到这里 我特想问问这位小伙子 我问你一件事啊 刚才你勇于承认了说 每一次盛饭啊 您是给您的太太盛了饭了 是吗 对 您跟我讲实话 每一次在给您太太盛饭的时候 有没有给你的父亲盛一碗饭 当然有 这 而且是没办法 你给我承过一盔饭 他这说 从小活的那 你给我承过一盔饭吗 肯定承得很少 这样 是吧 大家说 是吧 不经常承 然后在老爷子心里就觉得 你就没给我承过 然后再加上呢 给媳妇又承得比较勤快 对 无形中就放大了那个 其实很多时候情感就这么积累出来了 对 老爷子 您现在很生气 非常能理解您 但是您这么不孝顺 或不太懂事的儿子 哪来的 不还是您惯的吗 其实我们今天啊 不是说 想把这个细节 真的是论到谁盛了几次饭 或是啊 谁没盛过饭 但是其实这个事 值得我们去思考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 父母子女怎么相处 这是生活中 我们看到了曹老爷子 他来到现场 他今天有很多的气氛 但其实最重要的 是因为最近儿子起诉您的这个事情 这个房子呢 虽然不是我们的 是老伴儿的名字 但是也没人封你 咱们跟这住着平安公室 一方你那两件事 我不管是租室 锁着也好 不管我住 咱就不住了 是不是 这房首先没人封你 如果孩子上学上车厂所 怎么做 你不用找这么多借口 你就跟这住着 也没人封你 我也没想过 就甭过 就跟这搁着了 没人封咱们走 我就不知道 他反正给我起诉 要分这个 他一分那我才来会儿的 我到现在我这说了 不分都不成了 必须得分 要分 就两种分法 那五十万跟那两居士 搁在一块 这三居士搁在一块 你要要三居士 就把那个我 你要要那个五十万 再加那两居士 那这三居士 你就过我身上 就跟他没关系 就跟他没关系 别的没有 再一个 您跟儿子提过这个说法吗 提过 再一个我 还跟他提过一个 当那儿子 一块吃饭 我说呀 咱们家的条件 在这放出去 飞一飞 你有得的能够 你有几天几两 我最了解 你没得的本 我最了解你 你们同学 小哥们这种 都有车开 出门进门 都像什么回事 你跟人比不了 我又一个办法 能跟人比 我现在都搬了两个 我看孩子做饭 菜肯定不能花 你们就管上班 我就管看孩子做饭 就行了 躲开了个地区 把这三居士 那边是给三百二十万 没卖 最后降的是二百八十五万 我甭管多钱给他卖 这钱你拿着 你拿着 我儿媳就说一句 大事我赌回来了 我们不需要钱 不缺钱 这不外包 我们不缺钱 不外包 那我还跟他住了 住住了 又给我起屋了 我也不知道 你真不缺是假不缺 我这房 这钱从那里 等这孩子 就这这孙子 二十年以后允钱 现在可以三百万 二十年以后 最少最少 我说了变五百万 你们三口子 你们再娶儿媳妇 都不用上班 利息就够你们 四个人活日子 这不用上班 这事 待会儿我们再说 都不能上班 我四个人 就够你 去利息就够活日子 当时给我来一什么 凭什么不让他们上班 我说我什么时候说不让你上班 我没说不让你现在上班 我说二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你们愿意上上 不愿意上 也够你们吃的利息的 不是 所以我能明白 你都是为他们着想 但是他们不同意 不缺钱 我也不知道 是闹着玩 是怎么的 在打离婚 跟离婚 跟唱歌似的 经常说着玩 拿这个 谁能放心 您是说儿子和儿心 因为这个事要离婚吗 跟唱歌的事 就以前就提过这个 我把这个孙孙抱抱 甭想见着 甭想见着孩子 现在还闹离婚的吗 已经离了 离了已经 听见 我现在不 咱们说离不离 他肯定是假离婚 离婚这种带着 可以给他看 咱就说的是真理 不然是 因为什么离的 说我网上捣乱去了 说您捣乱 我那两句是捣乱去了 我不是找我儿子去了吗 我因为国库的事吗 在房子国库找他吗 我第一次按门铃 没成人 我认为家门人 我就走了 特别热 我买了一份矿泉水 一边喝了 一边回来了 待着 待着呢 我说我买矿泉水 不然我人家回来了呢 我要去按门铃 还没成人 可是我听到里边说话 我一想到屋里 不是没有人呢 我使你啥门 敲门 没事搭理我 屋里明明有人不理我 我急了 不敢开门 拿棍子给我打出去的 也有拿棍子上门了 换谁谁敢开门 我拿那拐锅 我这个门 快点 拿嚼我一块 我急 我跟疯了一样 我招你 我招你 就不开门铃 爸爸来了 不开门 不说话 没声音 屋里边没声音 亲人俩都在屋里边 随后打了之后 门 随后打开了吗 是在家里是吗 都在家呢 打110的时候 到110 110来说的 您哪 行上话就走 一会儿您这儿子也去 能管你 真的我先给我撑个派子走 完了呢 真的 110拉着他 也打着这 从家拉住了 这屋拉住就在家呢 明明在家呢 你为什么不 不来个反应 咱俩有什么事多呀 嗯 是不是 我找你就是这个 弄着房子 你就是这个 商量啊 房间屋 厂上 曹先生一直觉得自己十分委屈 他说 儿子儿媳的行为实在是太过分 所以他才会选择报警 但通过厂上曹先生所陈述的 专家老师也渐渐的有了自己的怀疑 儿子真的会如此过分吗 但是我又觉得啊 你看您如果是一个好人 然后妈妈刚才写的那个遗嘱 那也爱您 也爱儿子 也是好人 那为什么俩好人教育出这么一个 不训理的孩子呢 所以我觉得这逻辑不对 可能也许您是不是也有本身 也有些什么问题啊 我这么猜测啊 你看您刚才说那个 房子怎么分怎么分 那观众都给鼓掌了 听起来挺合理的 但是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285万 或者说300万卖房什么 20年后吃利息都如何如何 我听到这儿我就觉得有点不靠谱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所谓房子是不动产 不动产不动产 就是说他别轻易动 那才叫不动产呢 那你这个20年后变500万 那你怎么就没想到 要是万一这个经济上有点变化 然后钱的什么贬值性都要考虑啊 我只是建议不是非要卖 你看您前边那个老伴那个在一项的 然后您点什么点纸烧纸 然后后来又点被子 这个说明您情绪比较激动 然后呢踹门是吧 刚才谈的 还有报10 还包括您刚才在场上这种情绪反应 就是特别急啊 然后说话也比较极端 所以说从您这个情绪反应上来看呢 您脾气有的时候 人是个好人 但脾气可能有时候瞬间特别爆 会不会就您这个脾气呢 也是伤人的一把力气 我没跟他们 我只是去做饭 没说过别的 没说话就好啊 在刚跟您的儿子也好 儿媳妇也好 沟通的时候啊 说会您这是一说话呢 一点就着了 这脾气就来了 这说话的时候可能会将将 还不是我 另外一点啊老先生 因为我刚才啊 您老伴给您写的那份遗嘱当中了 我把那句话 我给抄在这儿了 老伴在给您写的这封信当中说 您别只有一件事 把房子留下 给你自己以后的生活 有个安静的家 用我一辈子的爱 要求你不要卖房 您说会不会说 您的儿子也会考虑到 这是一个想念妈妈的念想 所以说老伴呢 也给您有这样的 一个遗愿吧 我只是给他们一个提议 我证明你能过路 你能过好啊 您别着急 听听我们专家的分析 我们要找一找您的家里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 儿子为什么会这么做 在场的主持人和专家 确实能感受到 似乎曹先生的妻子临终前 一直在担心一件事 那么妻子最放不下的 到底是什么呢 儿子究竟是否真的像曹先生 所说的那样大逆不道呢 先生您好 你好 来请坐 好像连了一些线啊 但是因为是在观察室 所以我们只听了一部分的答案 但是父亲在场上 我面对着他 他是多次在哭泣 你能看到父亲的眼泪吗 看了他呗 很多事情到今天为止 父亲跟我们说了家里的很多事 让我们觉得不能理解 有真有假吗 有真有假 那要先说说遗嘱的事 因为这是最近发生的 遗嘱就是当时在我妈政策的时候嘛 她就已经提出了要卖房了 就是像她说的 什么十年二年后啊 三百万变五百万 她不是给妈妈要看病吗 没钱了 这是就也说过 一个是给你妈看病 还有一个是要存在银行 可能是先存一笔 存五年 然后第二个月呢 再存五年 然后五年一之后呢 你每个月可以收到一万块钱的利息 他是这么算 他说每个月都存一万 然后五年之后 那个利息到期之后 把这本金再存五年 就是导导导 你每个月以后 都可以拿一万块钱 当时你们不用上班啊 怎么着 你都有钱花 当时我搭救 还有家里所有的亲戚都不同意 说我妈看病这个钱够 因为当时已经把我们房卖了 而且我妈办了那个重大 重病 对 重大病保险 倒 把钱能倒过来 不像说它那么严重 每天要一万块钱 能倒过来 能倒过来 我妈家就同意他们卖 但是他在闹的时候 反正也说了吧 行了 你现在您子龙头 你看谁还管不了我 然后我妈就自己就说 不行 我给曹里留个东西 当时我大叫 他就说 你给曹里写个东西 我说你曹里以后 肯定干不过他吧 就留了这个遗嘱 但是我妈给我留的那个遗嘱 上面不是有两个监长员吗 我两个朋友 他说不认人家 我们就在一个小院里 我们家那个小院是细长条的平房 去我们家必须先路过人家门口 一块住了二十多年的邻居 他说不认人家 这我也没办了 所以等于是给爸爸写了一封信 给你的那个写的叫遗嘱 可是这个上面也写的叫遗嘱 对 这个我不明白 为什么当时要写 但你看那个内容 完全就是一封家书 那妈妈为什么要写这么样两份 包括给你那份 我那个是保险 你知道吗 什么叫保险 保险 就是先用亲情去感化他 用亲情的套出来 让他打消卖房这个念头 如果说最后你爸 怎么说都不行 必须要卖房的时候 因为我看到呢 这份你妈妈留下来的遗嘱的 母亲的签字时间 是2014年的7月18号 对 而你的两个朋友 作为见证人的见证时间 却是2014年的7月26号 嗯 也就是当时立这份遗嘱的时候 这两个见证人没有在场 没有在场 那为什么后来这两个见证人 又单独去了一次呢 因为我当时担心嘛 我在有网上查 说这个有见证人 这个遗嘱遇到保险 就是法律认 后来我就当时 因为当时我妈神志也很清醒 26号的时候 当时我妈面 他们两个人签的字 当时你妈的面签的字 对 有人给你妈妈 或者给他们俩念这份遗嘱吗 当时这遗嘱是我妈拿出来的 这遗嘱完了 写着在我妈那 我妈给拿出来的 哪天给你的这份遗嘱 这份遗嘱 他们签完字就是我保管了 之前 我说7月18号签完以后 你当时说你大姨在场是吗 对 我大姨在场 你在场吗 车 家里都有车了 就我们家没有 我们家车前第一件事 先给他还债 还了一个16万的赌债 当时他跟我妈办过一次离婚 是为了躲债 因为离婚的事 我也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才知道 我妈做好多事不干我 我看到他们一个结婚证 2011年结的婚证 我说这怎么突然来这么东西 我妈才说 以前离过一次婚 躲债 没有啊 不是胡说的八道吗 是 港国赌债 你爸在外面欠着钱 怕追着债 当时为什么这两厂房 都是一个写我名 一个写我妈名 就是怕人家找的要钱 当时他赌钱赌得很厉害 然后呢 我妈那会还在车上班 人家跟踪我妈 从我妈上班那超市 一直跟到家门口了已经 敲门 我妈很害怕 当时我爸好像也 后来听我他就说的 我爸把要债的人给打了 住院 我不常常要赌债 混合在八道 我妈就先拿了一万块钱 给人调病 又拿了一个十六万 十几万 去还他这个 把这债堵住了 虽然已经离了婚了 但还一直住在一起 就是妈妈 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跟爸爸分开 对 当时就为了躲债 现在就是人死无罪障 没法弄 我现在就是 我媳妇能活着 就也活不了了 谁也死了 就完了 跑来为什么又结婚 我爸这人啊 老想啊 就以小博大 我们那套分房不是我的名吗 拿我们那套分房 逼着我 去银行做抵押贷款 就这孩子说话 真捏倒是热血的事了 嗯 29万 当时家里谁都不同意 我妈也不同意 但他家里摔烟杆 摔杯子 你说给你爸办了 你爸说的 这还挺靠谱 说房产证都拿回来了 人家的 人家把房产证压他这 当时我记得是 拿我的房去银行 抵押了29万 中间啊 29万啊 给了人好处费3万 26万 钱我爸拿走了 他说就去放这个袋 我妈妈 前面就是死骨在这 就是老伴没了 然后让人家给他 那个打线条嘛 就是打一个 你这打一个 就立滚立立滚立 滚到了90万 然后呢 去丰台区法院起诉 因为他是当时人家 把房产证压我爸这了 去冻结人家房产 冻结房产呢 法院说了 你必须有相同的东西做抵押 但是防守我妈 所以他就跟我妈复婚 这一年 一年复婚 拿着这个 我妈名下这个房产证 去法院做的抵押 冻结人家的房产 但是当时没冻结上 人家把这房产证 给我爸的时候是假的 他已经把他这个 名下的房 给了自己的女儿 过后到自己的女儿名下了 虽然房产证是他的名 但是房已经不是他的了 法院就没冻结上 那这26万 要回来了 他人家陆陆去还了 大概有 不到一年吧 可能一年左右 每月还三千 拿这个三千去还银行利息 就是这个本金已经没了 已经没了 家里一生已经没见到本金 刚才父亲在这上面说的时候 你看啊 我就总结了一下 你爸给你 给你列了五宗罪 对 就是如果单从您 您父亲这个角度来听上去 这 这最大恶极啊 但是呢 从你这刚才一说 可能给我们另外一些信息 那我们可能要思量的就更多一些了 刚才可能老爷子没有讲啊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因为家里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妈妈刚才留给爸爸的封信 我们护理师也说了 有一段是希望你留着这个房子 有一个安家的地方 千万不要卖这个房子 你觉得妈妈是有这样的一个用心在是吗 对 就是为了让他不卖房嘛 因为这曹家门 真正就是真正真正的曹家门最后一套房 我妈也知道他有去耍钱这毛病 最近是办这个责是吧 被打出去的嘛 不是弄房子大家 对 因为他通法回来之后嘛 向我一礼拜之内给他过户 我说感觉是他起诉我以后 我就没管 后来那天他都问我 这礼拜看没动静 你到底过不过户 我说过不了 我说您那个 你过斤货 你转头甭管是卖车 抵押了 到时候家里钱一分钱都省不下了 其实怕这个老爷子又向原来当去借贷 对 要不回来 那笔钱就要不回来 所以坚决不同意 不同意 然后他急了嘛 拿着棍子这么粗 那桃木棍这么粗 大概这么长吧 打我吧 扫了一下 我就抢这个棍子 抢这个棍子 我觉得屋里啊 就我跟他没人 我都开门 我都往外闪 我就带我棍子也不动了 他哪有串 我就拉着他一点一点就到小区圈里了 是我们楼上邻居一个大爷 拉开的 把他给劝走了 爸爸提醒抱我的吧 非常抱 嗯 就是点会着嘛 给他劝走了 他跟我说 这是你敢进这家门 我拿到砍死你 这是说白了 就是两条路 要不你跟我过 要不我砍死你 砍死你 我给你赔命 他说我都60 你刚刚30 我一看不行 我立刻外面找一车 把所有东西 我说 我们半岛 后来又给我发一条短信 我要把房整体出租出去 中介说了 呃 必须得是房产证的人 写个委托书 才能整体出租 啊 限你这周之内 把房过户到我们下 啊 我立刻就给中介打电话 我说有没有这个事 中介说没这个事 说你母亲去世了 拿死亡证明 或者你有房产证明 就可以整体出租 不用办过户 我就给他回过去了 我说 您到底想干嘛呀 我说你到底想干嘛 说实话 你不行 这房子我 你就得改我名 就得跟我名下 我说我改不了你名 我知道你这样干嘛 不就是想弄钱吗 现在 不是缺钱缺厉害了吗 想弄现金吗 我说这我办不了 这么办不了 办不了我都告你 我说那你就告我去 你有材料 你有起诉 我接着 我就把家挂了 没 到周末 拿着棍子上家敲门来了 就上那个两军事 对 谁能给他开门 拿着棍子来的 谁能给他开门 我从猫眼一看 拿着棍子来了 我说 我当时孩子跟爱人都在家 赶紧我说赶紧带着孩子去理屋 把门反锁上 啪啪啪 敲得很实际 不像他说轻松啪啪啪 很实际 我都不敢开 你开开的门 你父亲说的是 拿着拐杖 拐杖对 反正我从猫眼里 看的是个挺长的棍子 我问问老爷子 您当时拿的是拐杖 还是棍子 花椒木拐棍 拐棍是吗 对 我那是腰 我的腰不好 有的时候公交车上 没有座 没座 我站在座 从来没见他 储个拐棍 所以你当时就是看到 就是你刚才说 门上有很多的印子什么 打得挺厉害的 整个门已经凹进了 凹进了 上面全是 他拿棍子这么储 这么储那储门门 当当当当 储得特厉害 这第二次回来 就是开始储门 街坊邻居都在看 说我的不是 给我泼脏水 后来啊 我们家有快递 快递小哥来了 他不让人走 你把这门敲开 不敲开 你也别走 这快递惹谁了 最后我们只能没说 报警吧 报10 110来的时候 那警察说 有这快递事没有 我爸说 没他事 然而是快递走了 然后警察就开始劝他 他还是不走 坐地 拿这棍子返主门 当当当的 特别厉害 我们家那门下边 都出一条大份 全是空 最后警察给他串走了 让我去派手所 跟他继续谈 在门口就碰到了 警察拉不住了 他说我都问你 就是你过不过过 我说不过 行 那你等着 就走了 那小伙子 我要问你啊 在你的嘴里 你的父亲 好像十恶不赦 又赌又抽 完了 对家庭不负责任 爸爸是抹黑儿子 儿子呢 以一种 我说的可是事实啊 我可随我妈啊 我说的更接近于事实啊 其实呢 也在抹黑爸爸 那我们作为局外人 你们在一个屋檐下 说到像雨童说 两个版本 两个完全不同的版本 让我们怎么判断呢 但是我觉得 所以我只能从逻辑上去推了 好 那妈妈为什么在临终前 还要写一封 就你说 那不像遗嘱 像一封家书 好 那封家书 在写完你爸爸的名字以后 紧跟着写了一个 我爱你 为什么 完全是为了我 妈妈 难道在临终前 还要写假装的话吗 我妈就是这么一个人 她所有的心思 都在我身上 包括我们家好多事 都是我从别人那听说的 我妈都不直接告诉我 那也就是说 妈妈临终前的遗嘱 两份是煞费苦心 对 就是说只是为了保住这个房子 为了让这个 我妈想最后再感化我爸一遍 你认为你和父亲之间的矛盾 三个方面 哪个方面为主 第一 赌博 第二 吸烟 第三 就是家庭生活的矛盾 你觉得赌博是第一位的 是吗 最大的 那女同帮我连线一下父亲 就是您和儿子现在好像有点剑拔弩张的味道 屡屡动手 那我问您了 就是您对儿子就是有这么大的意见 是基于什么原因呢 就是我们俩沟通少 他听媳妇的 他就是逆子 您认为就是说这个媳妇进门 然后您想和儿子是吧 实际里头连两句针都没有 你就听他的吧 那儿子说您满嘴跑火车 您说儿子实际没两句针的 对于每一件事情 父子两人都会陈述不同的版本 那么谁说的才是真的 不过通过了解可以确定一点 曹先生一直都有赌博的习惯 如今关于房子的归属问题 父子两人僵持不向 父亲希望房子完全过户到他一人名相 而儿子担心房子被卖掉 所以索要一半的权益 两人能否达成一致的意见 父子同场究竟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就你说的话 你得就是真的 听见没有 对郑说话 来来来老爷 你们胡说八道 我对儿子也信说话 你还对信呢 你练一步哄我朝你说话 老爷子做 你 哪句话是跟哪句话你说的话 我说话都是有政可查的 咱不说这种赌气的话 人都被死 有大夫有医生 问我卖的房子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来的卖房 打官子 那是以前说我打官子 我也为了家 我不会让人蒙也好 我让人骗也好 我也为了挣钱用这吧 为了个家 咱们可以说 家里人都不同意 从没有你说我讲 我给大家讲 我就讲我的经历 我从没有你的时候 80年我跟我老伴结婚 82年要的他 86年 我们那时候 我是生产队上班的还是 收入不大 8684年的时候调出去 86年我就考了一个汽车本 88年我们家有就汽车 那一村的第一辆汽车 结婚的时候 那时候是两间房 两间办房 最后我是90年的时候 开了三间 开了三间饭馆 我干了是连上宅下 15间房 那钱都是捡的 那不是奔回来的 没我妈的功劳吗 有你妈功劳 我没说没说 你妈功劳比我还大的 你妈手持男人是耙子 侠女人是侠子 我说这个 我那媳妇啊 真是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 结婚以后 跑下 跟在家里边 看孩子多万 从来连门都不串 就这么一个女人 拆迁的以后 拆迁的房 买了这套两套房 买一三君 买一两君 那你的印象里边 爸爸刚才你说 最大的矛盾是赌博 你觉得爸爸 从你印象里 什么时候开始赌博的 从按我妈跟我的说法 就是年轻的时候 他跑出租车嘛 车轮路边 就跟上门排在 他都不觉得有贼心 我跟我的街坊 就是我发小吧 说的你儿子 为什么不同意这房 过你的户 说了你拿这个房 没别的 就是怕你给赌书了 怕你找后老伴 我说现在走移嘱 我现在可以做一个移嘱 写上 名义权是我 处的权归他 那您光要这个名义权干嘛呀 那不行啊 像现在这个条件 现在知道 我不是我看得远啊 就算我看出来了 他们俩人拿了一份书 就跟成歌似的 已经离了 就因为你闹 已经离了 这时候我还真想问了 你刚说离了 我就问问你 怎么离的 你说怎么离的 你要不上这 我问你啊 这房谁花钱买的 要离村 这房归谁 这房是卖了我的房买的 我就说了 你房哪的 我跟人签议协议 我什么都不要 都给我儿子 给我爱人 你听到 这不是假的一公分 你的房哪的 我的房哪的 拆钱房买的呀 拆钱房谁的 拆谁的房 拆你的房啊 这房不是你姨儿的 有我妈 有我妈的房 那五十万 你妈有病的时候 正在乔名需要钱 你凭什么要这五十万 我给你打电话 让你打车回来 什么意思 有这回事吗 我师父也打车回来的 四一姐 我师父也打车回来 打车回来 真没 五十万 现在就五十万 刚卖房的时候 你就知道 我这留了五十万 五十万 我给你打电话 你妈跟我哭 现在就是 我给你打电话 把你打电话 让你打车回来 真是这事 真没有 老爷子 咱别这样 吓死了 来老爷子 别别别 这个别出事 我天哪 现场突发意外 老爷子躺倒在地 现场也暂停了录制 专家老师和男主编导 立刻走上台来 观察老爷子的身体状况 老爷子突然头 撞地板 然后同时 飞起一脚来 踹这个儿子 我当时一向就懵我 当时脑子里 就想着别出事 就是我马上 第一个就冲过去 当时心很紧 就是由于老爷子那一向 老爷子属于冲动性人格 就是他不计后果 先别动 先别动他 先别动他 来来来 就这他都不承认的 瞪着大眼 他都不承认的 不是人 来来 你要踹我这一种 换一换 这不是人的 没事吧 你为什么要这个钱呢 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儿子小曹 却远远地站在了 所有人的背后 那么儿子当时呢 就溜边了 躲起来了 就大家都是 我们的律师啊 我们的那个心理专家 主持人啊 观众啊 还有我们的棚里的工作人员 都上台 等于包括编导 都上台去扶老爷子了 但是儿子一直在旁边站着 我连续拍了几张照片 然后后来给儿子看 儿子也说 我知道啊 我是在旁边啊 我就不想过去啊 什么的 就可见他们这个父子 已经到了 就是显得像深仇大恨一般 胡说八道 睁着眼睛干什么 我做个哪个 国意显不值啊 然后让让儿子 什么就是儿子 就不是儿子 就是结婚 爸爸以前在家里面 一生气就会这样是吗 不会 就我妈死了之后开始 出去不稳定是吗 原来我妈在家的时候 就是家里平衡 我妈就像杠儿 家里很平静是 就没出现过的太容易 我也没想到她能就这样 包括上门早门 这我都没想到 前爸爸一提妈妈就哭 然后放这封信的时候 哭得更不厉害 都哭得气不成声啊 我觉得他们原本夫妻关系 肯定特别的好 那他半夜烧纸骂我妈 你说一下 他骂的是什么 晚上我一推家门的时候 满地都是纸钱嘛 都烧得灰了 我知道 我说你要干嘛呀 我骂你妈 他凭什么给你留了一个衣楼 这房都是我挣下的 有你妈什么关系 就是离婚这房也都是我的 跟你妈一点关系没有 这我先分析一下 妈妈就是 你爸爸妈妈的关系啊 我觉得你爸爸的眼泪 是装不出来的 因为你没有上场 没有谈矛盾 只谈夫妻感情的时候 爸爸哭成那样 而且这个感情绝不是单方面的 你妈妈这封信绝不是假的 你既然那么肯定妈妈 你觉得你妈妈有必要在临终的时候 口述一封 不爱 然后非得假装说爱 然后你大姨还把假的还记录下来 难道你大姨不认可妹妹说的这些是真的 所以才如实记录吗 但是你作为儿子 你这么抹黑你的父亲 这也是大家恐怕也看不惯的 爸爸刚才头撞地 大家都过去了 但你一直就是离得比较远 实际上呢 你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了 而且我觉得你的感情已经严重转移到 你老婆和你的孩子那了 可以理解 因为娶妻生子嘛 我们娶谁都是为了爱谁 那好 同理心啊 你为什么不认为你爸在他的这个赌博的外衣的背后 其实还有一块爱你的心吗 我这些睡不着觉 来来 你擦擦擦擦擦眼 我不愿跟家待着 为什么不愿跟家待着 他们这有哭 有乐 我不敢让他一出去追着镜子 我看看还有什么事了 完了我上自己拿着棍 上山地上我哭去 完了怎么沾下来 我就是发不音 没人跟我说话呀 当然你有担心说怕爸爸赌博和后老伴的事 但爸爸实际上呢 他可能现在价值观多少 可能有一点扭曲 然后他可能愿意做钱生钱的事 但是他并没有想占这个房子啊 而且呢 我觉得呢 爸爸刚才就是说 头朝地啊 他沾下去 其实就你一句话刺激他了 是什么 你不承认那个五十万 他吃之前知道这个事 他是他跟你们说的事 都是我妈在医院住院了 钱要还不上要去借钱的情况下 我妈才跟他说 我手里有五十万 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 真的刚才他头撞地 就是因为你不团那五十万 他一下就头在地上了 您看不出来他是在演吗 小曹没有人演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他愿意用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真的有可能一下子会撞伤 但是我想问你一下 小曹 你刚才说了一点 就是说爸爸在妈妈走之前 他不会这样 妈妈的走给爸爸肯定很大的一个刺激 对不对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老爷子也不会有这么大的变化 还有一句我特别想跟你说 你不管是生爸爸的气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就是他六十岁了 我们是三十岁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六十岁的老人 他所有的记忆力 跟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你看我们现场好多 可能五六十岁的叔叔阿姨 我跟我婆婆也生活在一起 我可能前脚跟他说一件事 他后脚就忘了 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事情 今天早上出门 让他做一个很小的事 五块钱的事 我要让我的孩子去提醒 我说你要记得告诉奶奶 别让奶奶忘了 变化也太大了 我说一件事实 刚才我所看到的 其实在你们在说话的中间的时候 我已经一点按捺不住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跟你父亲说话的时候 反复再用一个动作 你 假话 你 作为晚辈跟一个长辈讲话 你不能用手这样就天天指指点点 我们可以说在座的这么多的老人 你问问可以谁家里允许自己的子女 跟父母讲话 可以用这样的形式 这我承认 是不对吧 这是事实吧 是 第二点 刚才在父亲倒地以后 是言也好 是真的也好 我们所有的人都听着了 咚的一声 即使是眼 他也眼得疼 眼得有危险 你在干什么 我在躲到一边 为什么 就即使是他是眼的 当时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我们摆在面前 要解决这个现实 我就问你了 什么样的矛盾 能让爸爸这么头撞地 都可以无动于衷 现在所有人都是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 第一次上场的时候 其实大家听到了我们的讲述 其实大家觉得 爸爸有那么多事情做的不对 我们是很站在你的立场上 但是等爸爸再次上场 你做的一切 马上 大家 改变了 为什么 我不说 你自己去想 我老伴走了 我这劲儿管不过来 我确实我也想着 我就不出门 天天 就无呆着 就没打开 跟我说 爸您喝水不喝 爸您吃饭 我就没有过 你想过没有 就是他第二次去敲门的时候 我的后辈 就是我两岁的儿子 和我爱人 抱着在里屋等 孩子在哭 他就那么凿门 我让他先走 他就不凿 他必须要脱门而入 叫进来 那时候我是什么感觉 如果是您的话 一个 一个你的父亲拿着棍子 之前已经拿棍子 给你们打走一次了 拿棍子打走 我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去敲 回来拿盐鱼缸 直接打我后脑车上 第二次拿棍子 给我打走 第三次拿棍子上门 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 我觉得我什么都要为 我的儿子着想 他砸门的时候 我对我的心里 真的说非常愤怒 我就想出去 跟他拼命去 但是我心里 有个理智 毕竟他是我爸 他打我 我不还手 前两次打我 我都没有还手 我只是躲 在躲闪 以前他说什么 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顶过嘴 永远都是顺着他说 想想包括那次 拿我们的房 出去做抵押 放高利贷 最后我也没拗过他 都是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但是自从这件事 我开始顶嘴 我开始不配合他 他让我干什么 我开始不干的时候 他的活也越来越大 他的原话 他从小没跟我顶过嘴 从现在开始 他敢跟我顶嘴了 就是因为我跟我妈 以前也是太惯上了 他说什么是什么 但是我的活也越来越大 谁家的老家 不盼着自己的儿子 闺女或者孙子 在一起齐了熔熔 那我问你两个字 什么叫孝顺 我想孝顺 他给我打走的 孝顺 两个字 孝为先 孙为后 挺多卖房 我也要顺着他 就是我们要不要 把他的火 一定要顶到 刚才端的一声 这个程度 我说他的所有的事 包括他不承认的事 往下去查 都会有证据 包括我也带着证据来的 演播室现场 儿子小曹 一直不肯提头 他始终认为 是父亲过于强势 主宰了一切 而这一次 他是无论如何 都不会让步 现场调节 陷入僵局 而另一边 胡邓老师也安抚好 父亲重新回到了 演播室 胡老师的到来 会不会让一直对父亲 有成家的儿子 改变一些态度呢 因为我刚才 一直在陪 陪您的父亲 然后他也说了 很多很多话 然后他真的是 撕心裂肺的在哭 然后作为我是一个晚辈 我听着真的挺 挺痛心的 真的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 您的母亲是哪天过世的 7月29 2014 7月29 对 您父亲去棋牌室 玩牌弄点钱 赌钱是什么时候 在之前他都去棋牌室 但是没有像什么 整夜不归 对 就整夜不归是什么时候 整夜不归就是从 去世之后 有那么 不到一礼拜吧 一个礼拜以后 就说八月份开始是吗 差不多了 您在这段期间 跟他说话吗 说呀 我打电话呀 包括他有一次 三天不归家 我说您干嘛去了 我那个白羊店了 白羊店跟人出去玩去了 我说不知道 他给我带点瞎点回来 你怎么理解他不回家 他就 现在没人管了 你知道吗 原来我妈还能管着他点 你别玩了 劝我们家 他还不挣工资 所有钱在我妈那拿着 你知道我刚才 他在那哭了 他真的 我爸这个人说话 你听我说 他说我睡不着觉啊 我不敢睡觉啊 我一睡觉 我媳妇就出来了 他们不跟我说话呀 他们不理我呀 我一人住在家里 我害怕呀 我得出去呀 我半夜上山上喊去啊 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他们在家 我不敢喊 他们走了 我对着那镜子 对着我老伴喊呐 他这一发 只有不认识的人才相信 一辈子的老伴没了 然后呢 自己晚上空落落的 不知道该怎么弄 半夜爬山去 半夜去我山上喊去 就这种老人的这种 空落落的心理 我想也许你三十年 五十年以后 你能理解到 所以我希望啊 你能够稍微开一点份 来理解这个孤老头子 这个倔老头子 这个爱打牌 爱赌点小钱的 这个糟老头子 他是怎么怎么想的 那警察那天来就说 他就跟我说了 我也跟他说了 我你咱俩现在 就断绝父子关系 以后你别找我 我也不找你 我说法律 法律不支持 断绝父子关系 我该看你 我还会看你 包括他给我打走了 我每个礼拜 带儿子去看他去 带着老婆 带儿子 给他买东西 每次没有空手去我的 我心里有委屈 说你父亲的这一生 他做过错的事情 他赌博 我们肯定不会支持他 我们不会有一个人 去允许他去做错的事情 但是父亲有做对的事情 就刚刚我跟你说 在信的最后一段念的时候 你自己也承认 父亲在最后 在你母亲临终之前 照顾母亲 是对的 那么你有做对的事情吗 当然也有 那你有没有做错的事情 也有 你错 错在了哪里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你不懂得用你的爱心去换取别人的爱心 当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去故意的去 或者严厉的言辞去指责他人的时候 你得到的是什么 当然你得到的也是别人用同样的方式对你的还击 如果你此时 你能够在跟爸爸沟通的时候 跟爸爸讲 爸爸 您这一生不容易 照顾我们娘俩不容易 先从这里讲起 然后再说 但是爸爸 您还有一些小毛病 您看咱们能不能 咱们爷俩共同想办法 把这言给戒了 把这事情给办了 我们去唤醒 其实可能我又要说到那封信 那封信 因为有一个最关键的点 其实刚才我已经教给你怎么做了 我问你这封信 母亲给了谁 给了我 为什么写给父亲的信 要给了你呢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妈妈要写这么多的 爱你的老婆 让你去原谅爸爸 记着那天伦之乐四个字 让你知道妈妈是爱爸爸的 如果你爱你的妈妈 要像你的妈妈一样 爱你的爸爸 这也是嘱托 获律师的这番话 似乎让儿子小曹有些触动 想到这一点 儿子小曹十分的内疚 看到了小曹的沉默 专家老师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 与此同时 霍明亮律师再次走进了观察室 跟老爷子进行沟通 场上场下 我们希望父子俩同时 能够做出一些改变和调整 那么获律师跟老爷子的沟通 又是否能够顺利进行呢 爸爸在上场的第一时间就说了 说我过去呢 就是跟儿子的沟通不多 这是爸爸上场第一时间就说的 其实你们俩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当然说你们指向了 你指向了爸爸赌博 实际上你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没有人没有错误 像霍律师说的 你犯了一个错误是什么呢 你是对爸爸 由于他赌博 全盘的否定 我觉得如果你能把这个收了 你爸对你没那么大怨气 他实际上就想告诉你一个 我千不好万不好 这家产是不是我挣下的 我为这个家庭有没有贡献 但是他对这个家 他败的更多 您知道我就从我们家拆益之后 总共给我爸还了多少钱的债 我想说大家知道 我爸这个是一个什么人 他不是说像你们看的 今天他表现上 我是一个弱者 我是一个老者 小伙子 你用很多事实以及旁证 来证明你的父亲赌博 然后人品也不好 然后毛病也特多 你把父亲确实 就是我确实他也确实是这样 目的何在 我的货疑点就是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折腾我 好 你说的太好了 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折腾你 你把他让我们全全北京的老百姓都看到了 我的父亲爱赌博 占小便宜 放高利贷 等等等等 这样的一个父亲 有利于 就是说他能改变 说我将来不折腾你 除非我能按照他的意愿来办事 起码我 我试过了 你把他这些事情都说清楚 说明白了 跟将来他不打扰你的生活之间 有什么关系 他能够做到逻辑联系吗 我不知道 对呀 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家 要不建议老师还是谁说你们家就是沟通上的问题 是吧 其实你们俩经常错位 包括记忆都错位 父亲记得是你就是打车 我就让你打车来的 你说没有这回事 父亲咣当一下就急了 每个人在吵架的时候 在家庭冲突的时候 都会选择有利于自己的记忆来记忆 对 你理解我这意思吧 明白明白 所以你的父亲也经常会这样 理解吗 明白 所以他也经常说的 就你说的 不是事实 那不是一件事 重要吗 不重要 真的不重要 所以你要明白 当有一个人和你 你说了什么话 一个人和你有矛盾的话 可能你们两个观点不一样 当有两个 有三个 甚至现场这么多人的话 你要想一想 你到底说了什么 让这么多人 对你有相同的感受 还有就是 不管是爸爸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一旦别人气病了 或是真的出了一点什么意外 其实你就想 不管爸爸做错了什么 大家都会说 这个儿子没做到 所以让爸爸出现了这样的危险 平静下去之后 你会不会后悔 因为只有这一个爸爸 所以咱们不赌气 老爷子六十多岁了 我们不可能说要求他像你一样 能那么理智的 或是去跟我们去聊 去分析 甚至去改变 因为年轻人改变的机会更大一些 所以我们会劝你劝的比较多 但是作为儿子 作为晚辈 我们要先迈出去一步 先做一些改变和调整 好吗 嗯 厂上 儿子小曹已经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 他表示 愿意去跟父亲沟通 同时也希望能借助这个平台 跟父亲画感各为玉博 重新建立良好的负责关系 而观察室中通过霍明亮律师的劝解 父亲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理话 我担心什么呀 嗯 你手底下有钱有房有东西 嗯 你就有儿子有孙子 嗯 你一旦没有了 你是什么都没有 曹先生的这段话 让霍律师十分的感动 也许老人在失去老伴之后 都害怕孤独的生活 而此时儿子所做的 不是如何跟父亲一起度过难关 而是渐渐的疏远 所以曹先生变得更加的暴躁 一番沟通之后 霍律师再次回到了眼博士现场 他希望能把跟老爷子的交流的结果 传达给儿子 耐心的仔细的去想一想 老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是严重缺乏安全感 而且他还是想用各种办法 能够把儿子孙子给揪回 拽在身边 他还是想要那份情 那么关于这套三驱事 霍律师又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你可能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 你可能要问我了 这份遗嘱是否有效果 我相信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首先我不得不说 你下边找这两个见证人 叫做话说千词 遗嘱要分几个类型 自书遗嘱 代书遗嘱 录音遗嘱 口头遗嘱 公正遗嘱 每一种遗嘱都有法律 对它的形式上的要求 如果你这是一份自书遗嘱 根本不需要其他人的签字 这就是它因为是完全是你母亲写的 这个首先 你如果能够确定 上面的文字的内容 以及签字 都是你母亲写的 而且你母亲当时 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 这份遗嘱有效 而如果作为代书遗嘱的话 代书就有要求的 必须是见证人 当时在立这份遗嘱的时候就在场 而且还得有一个人帮你母亲代书 然后见证人 代书人 以及立遗嘱人 同时签字 所以说那到底你这份遗嘱 算代书遗嘱呢 还是算自书遗嘱呢 你不就话舌天族吗 是不是 第二个问题 我要提示你一件事情 是从父母那拿走了五十万吗 是 如果这五十万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直接跟你认定 但是我不知道 因为我们一会可以再去问 如果这五十万是你父母的共同财产的话 可是卖到我的房 听我讲你父亲是有处分权的 因为他也是共有权人 但是是不是卖你的房所得的价款 已经卖你的房的价款到底干嘛用了 这个我们可以一笔一笔会帮你捋出来 但是你要再把人导这件事情 包括说你后来从买经济税用房所发的那些钱 对吧 我想一会可能你要综合去考虑 当然说法律上 可能从现有的证据我们来看 因为是在183万元的受房款 确实是卖掉了你的房子所得的 受房款 那么这笔受房款用于偿还的债务 并你取得了五十万 用于购买的经济试用房 如果到此说的话 那么确实是这五十万是归你所有 那么买经济试用房的钱 也是由你有支配权的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如果再向前追溯一步的话 可能你需要考虑先生 你最早获得被卖掉183万元的那个房子 如何得来的 应该是你的父母赠予给你的 我说一个法律的规定 值得你思考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 受赠人已经取得赠予物 但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 赠予人是可以撤销赠予的 其中有一条是 受赠人与对赠予人有法径抚养义务 而不履行 我没有不履行 不用回答我 我只是让你要记得我跟你说的这条法规 好吗 所以刚才我们几位老师跟你聊了这么多 都是希望我们把情绪放下去 因为这一段时间集中发生了很多事情 妈妈走 爸爸有你接二连三 情绪非常的激动 包括因为你看到自己的孩子在屋子里 我都能理解做父亲的心情 但是毕竟是爸爸 我理解 跟爸爸去好好的沟通一下 多关心他一下 打打电话 然后也跟爸爸说 现在我们怎么样去处理 然后包括妈妈留下这封信 是为什么 儿子该做什么我都会去做 孙子呢 孙子我带着孙子也去 然后我也承认之前我们有不对的地方 是不是 我该赶的我都赶 老爷子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刚才呀因为霍律师跟您在交谈 然后您儿子在场上跟我们聊了很多啊 他其实刚才现场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听见了 他特别想跟您说抱歉 说之前呢也的确是跟您顶着 特别对不起爸爸 而且也跟我们说了 说之后呢 就是希望您能过得好好的 然后过得舒服的 然后呢他会带着孙子一块去看您 不会让您觉得孤单 我也承认当时我解决问题 不太对 跟我爸老是硬碰硬 以后呢 我该笑人会笑 我该瞅您 听到儿子的道歉了吧 他不是就不是他说的不对 他不是两句刷子内心的 其实您老伴临走前一天 他最大的心愿就说了 希望您把这个房子保住啊 然后留一个家 然后呢这样您够安享晚年 您老伴现在走了其实不到一年的时间 一提到老伴你就特别伤心 你愿不愿意让老伴的这个心愿 其实在您身上 在您儿子身上 你们继续把老伴这个美好的愿望实现下去啊 愿意吗 愿意啊 我老伴说这个 一直有房子 就有儿子 孙子与你共享天人之乐 我就老想着一话 我得有房子 对 太棒了 没房子我就享受不了天人之乐了 好 其实老爷子啊 这思维模式啊 看似是在要房 看似是在争房 其实还真的不是 我跟老爷子勾长了很长时间 我就问他 我说 为什么非要要这房啊 为什么非要让儿子也得退出这房子 得全登记到您老名下啊 老爷子说了 有了这房啊 我就有儿子 就有孙子 我说为什么有了这房 就有儿子 有孙子呀 他说你想啊 我有了房子 我就有钱了 他们就对我好啊 虽然看似我们大家会认为 哎呦 你看这老爷子多倔啊 就跟儿子叫板 不是 他这么叫板 这么拗 实际上是为了什么 是说你看 我呢 这儿子呀 叫不回来 我得想个折 我有了房子 他自己就回来了 其实他最终的目的的导向 是想有儿子 有孙子 于是他就说了第二套房子 如果呀 你这全家人 能够回家呀 跟老爷子一起住 老爷子说了 这做饭 照顾孩子 我全管 这烟呢 我猛下戒不了 我可以少抽 哎 他们慢慢来 这样的情况下 这房子的事 可以先放放 即使再吵 再闹 他还是想你 明白吗 只是你们家里人吧 有一个问题 好话不能好好说 就是我想你啊 我想死你了 还得打 我不知道你们家人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 另外 其实你父亲呢 说者无心 我听者有意 父亲当时说说一句话呀 说您现在是离婚了 父亲当时在讲那段的时候 他说他担心你现在离婚了 今后你怎么办呀 你没这儿住啊 父亲还是有这样的担心 你听到了吗 不管怎么样 血浓一水 用我们家庭生活的时间 填充老年人空虚寂寞的心灵 这是最重要的 那在法律方面 现在怎么处理比较好 我个人的看法 无论是从情 比法 会接到一点的时间 母亲为了这个家 不容易 老人家走的时候 留下了遗愿 遵循他的遗愿 我们按遗嘱去办 妈妈希望 能够共享天伦之乐 通过场上场下 长达四个小时的调节 父子两人也终于放下了彼此的借铁 并表示 以后要好好地相处 父亲也表示 以后孤独的时候 多见见儿子 多抱抱孙子 不去赌了 我们希望父亲能说到做到 对于儿子我们也想说 多关注一下父亲的身心健康 照顾好父亲 让远在天堂的母亲安息 一对年轻的再婚夫妻 遭遇现任危机 夫妻常年家暴 家庭边领破领 这倒是亲个人家 我动手就是推的呀 我老说的 是婆婆偏爱前儿媳 还是现场儿媳 过于计较 过去的让他家来 看孩子可以上外边 没必要把他领在这个家 因为必然已经离婚了 就是不需要让他来 猜忌的夫妻 教这个情感 整个家庭危机重重 神秘嘉宾传输在婚家庭 相处之道 千疮百孔的家庭 能否重新开始 老公 今天上台了 为了表示我对你的爱 送你一个 这个 不相信 不相牵手 不相安爱 是你才能过好 敬请收看